一代拳王世事 录音带揭开阿里的私生活 影视媒体忽视少数族裔 亚裔表达不满 纽约一家电影主题酒吧 成为新时尚 一席难求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美国万花筒 我是叶凡 拳王阿里去世 世界各地的人 纷纷以各种形式 纪念这位传奇人物 阿里已经超越了体育文化和宗教 成为一名全球偶像 克莱尔·刘易斯 在他2014年指导的纪录片 我是阿里中 用阿里和家人朋友 一起录制的磁带 描绘出了他显为人知的一面 此前没有人知道 有这些录音磁带的存在 甚至是他的一些家庭成员 直到最近 这些音频在克莱尔·刘易斯的纪录片中 串起了这位拳王一生的故事 阿里的女儿哈纳给刘易斯提供了这些磁带 我的父亲总是对历史很有意思 这也是他制作了 这一系列录音磁带的原因之一 这部影片展现出 全世界都爱阿里 这位奥林匹克和三届全球比赛冠军 本名卡修斯·克莱 他后来皈依成为穆斯林 改名穆罕默德阿里 从朋友和竞争对手的话说 他是一个多愁善感 近乎凄美而又勇敢刚毅的人 因为他拒绝在越战中服役 他的冠军头衔被夺去 他的拳击执照被吊销 他的好友 前橄榄球运动员吉姆·布朗 对此记忆有心 他勇气十足 他必须承担的风险 他的王者之冠被夺走 他被孤立 他无法赚钱养家 那真的很艰难 但是他坚守他的信念 直到1974年 在32岁的时候 阿里卷土重来了 他打败了拳坛高手 乔治·福尔曼 重新夺回了他的头衔 我与他一同进入擂台 我虚张声势吓唬他 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 狠狠地打他 基本上第五六个回合 都是这样 我想这很简单嘛 然后差不多第六回合的时候 在我击中他的侧边时 他朝我耳朵里轻声说 乔治你借我这么点本事吗 那确实就是我所有的本事了 我是阿里 并没有就他破裂的婚姻讲述太多 但凸显了他和子女的关系 随着年龄见长 曾经善于雄辩的 穆罕默德·阿里 讲话开始含糊不清 这是帕金森症的一个迹象 最终他在1970年代末退役 80年代中期 他被诊断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 但对于全世界 以及他的孩子来说 他依旧是代表力量 和优雅的偶像人物 全王阿里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 还因为他为宗教自由 和种族平等而抗争 可是至今 好莱坞和很多媒体 仍然忽视少数族裔 这个问题引发持续的争议 尽管美国的亚裔人口增长迅速 可是一些亚裔人士担忧 他们逐渐成为 轻微和象征性的角色 尤其是在娱乐性的媒体中 分析人士说 电视新闻行业也一样 由于少数族裔代表不足 他们的呼声经常被忽视 尽管亚裔是 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族群 但是转到各个不同频道 你可能不会看到 有亚裔脸孔在播报晚间新闻 含义的张贤珠 是亚裔美国人当中 趋势可数的少数几个新闻主播之一 他说 亚裔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在于媒体的高层管理阶层中 缺乏多元族裔 当我刚开始坐上这个电视网的主播台时 我是这里唯一的亚裔美国人 也是少数几个女性之一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虽然在镜头前的多元角色问题上 走了很长一段路 但我们在幕后的部分 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尤其是在高层管理的问题上 张贤珠说 当新闻报道内容的建议被批准后 少数族裔的参与非常重要 除非亚裔公民在这方面积极参与 否则我们还是只能被挡在一个无形的玻璃窗外 亚裔在美国广播行业中只占3%的比例 美利坚大学新闻系教授安琪庄说 或许文化偏见也是原因之一 事情的真相是 各种不同的心理学和就业研究都显示 我们会倾向偏好或接近和自己比较像的人 华裔电视记者王忠伦通过skype接受采访时说 性别偏见也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亚裔女性在许多人眼中形象比较柔性 他们美丽却不惧威胁 而亚裔男性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是美国过去经历过的 三场主要战争中敌人的连框 分析人士说 亚裔缺少像其他族裔团体 例如非洲裔和拉丁裔一样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个也在争取更多代表性的团体 是亚裔美国人记者协会 我觉得即便只是有这方面的对话而已 这也是多年前不会发生的事 我认为事实上只要有这种对话 都是一个进步的现象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个主要的广播界团体说 2011年是亚裔美国广播从业人员 最好的一年 当时亚裔在这个行业 也只占了3.5%的比例而已 但那个比例从此之后就逐年下降 许多亚裔人士担忧 如果不能有更大的代表性 一些对他们社区重要的议题 将持续被错误解读或者忽略 和少数族裔一样 外国学生在美国也面临阻力 最近的一份就业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2016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看好 可是外国学生就不同了 他们虽然有为美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潜力 可是却面临着很多法律和社会方面的就业障碍 2016届毕业生前景看好 埃森哲战略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 88%的美国毕业生 对于找到本专业的工作感到乐观 比2015年上升了23个百分点 他们认真考虑过将来做什么 他们研究过就业市场 考虑过职业 在进入大学之前就考虑过 但是这些乐观的数字 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的机会都增加了 许多雇主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美国有工作许可证吗 外国学生去年在美国上学和相关的花费 超过300亿美元 法律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障碍 为他们踏入就业市场增加了难度 纽约大学教授华裕塞巴斯迪安诚解释说 外国学生有12个月的实习期 不过实习期之外 美国监管部门往往不鼓励公司 雇佣外国学生 如果某家公司为雇员申请H1币签证 需要花费1万到2万美元 还得根据你的专长向美国政府申请 而且被拒绝的比例很高 来自中国的周冰青 还记得他本课毕业后 立即感受到的压力 你会发现没有人愿意雇佣你 因为雇佣本国学生容易得多 何必雇佣你呢 周冰青在2013年获得了绿卡 但他仍然感到机会受限 部分原因是英语是他的第二种语言 其他外国学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要是想说清楚一个复杂的想法 尤其是抽象的想法 得花很长的时间 很复杂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艾尔莱·科多瓦是福尔布莱特基金会 赞助的墨西哥学生 他说他在美国的经历 使他了解了少数族裔的各种挣扎 比如说建立人脉和承受歧视 整个体系是不利于少数族裔的 少数族裔必须比其他人 多付出两三倍以上的努力 周冰青说 他面临的障碍很大 但并非无法逾越 他说在实现美国梦的路途上 找到自信和其他挑战一样重要 气候变化也是这次 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论热点 共和党人经常否认有气候变化 可是民主党人却大谈特谈 不过在维基尼亚州的诺福克 海平面的不断升高 正在推动一位共和党人 偏离本党的立场 尼莎威特是维基尼亚诺福克居民 他喜爱屋外的野生动植物 不过住在湿地边也有不好的一面 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 他家的院子越来越频繁地遭到水淹 在2012年桑迪超级风暴期间 大水漫到了他前门的台阶 威特要在水漫家门之前搬走 其他屋主耗费巨资 力图保护屋宅免遭水灾 面临风险的还不只是房屋 诺福克有一处主要海港 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 不过欧道明大学教授米歇尔科维说 共和党人主控的州议会 拒绝说海平面正在上升 维基尼亚的说法是周期性水淹 诺福克只是维州因气候变化 而增加水淹风险的海滨城市之一 只要你一开口说气候变化 人们立刻就抓进 自己的意识形态圈里去了 不过共和党籍的州众议员 罗恩·维拉努艾瓦的做法 却不同寻常 我过去两年提案的是 不仅要提高对这个问题的意识 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拨款办法 这位来自维基尼亚海滩市的 州众议员提议 让发电站为他们排放的 温室气体付费 把这笔钱用于防洪保护 国会的共和党人封杀了 一项类似的全国性的方案 多数共和党领袖 不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问题 势必获得共和党提名的 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称 这是一个骗局 即使是维拉努艾瓦 也避免直接谈气候变化 我帮助把这场辩论 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 更多的是从务实层面出发 从务实的角度出发 这处地区将需要州和联邦政府 拨出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但是维拉努艾瓦的议案 今年和去年在州议会 都远远没有达到过关的门槛 记者联系到的其他共和党人 不愿意就这项议案 或者替代方案发表评论 妮莎·威特说 议员们这是拒绝承认 气候变化的事实 这好像是说 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 可我们只是决定不去谈论它 这就好像是个家庭私密一样 与此同时 它无外的水面在继续上升 很多矿式文化遗产 面临着在战火或者自然灾害中 永久消失的危险 印第安纳大学的科学家 采取经济可行的技术 和佛罗伦萨著名的 乌菲兹美术馆合作 进行一下为期五年的项目 为古希亚和古罗马的雕塑 进行虚拟备份 在乌菲兹美术馆展出的 1250件古代雕塑中 有许多是画家灵感的源泉 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 研究的对象 如果这些雕塑被毁 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照相测量法 能够将物体超长期 储存于数码模式 这曾经是一个缓慢而昂贵的过程 不过项目带头人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罗伯特·菲尔舍说 现在不同了 他通过skype进行了说明 现在我们能在半个小时之内 获取实体雕塑的3D数据 然后用一个或几个小时 来处理这些数据 科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 对食物进行十分仔细的观察 拉近镜头并不会降低分辨率 反而能够呈现出更多细节 菲尔舍说特殊的软件甚至能够把视野拉回到过去 地球自转和公转都会产生晃动 而几百年前的天空也不会和今天的一样 更不用说几千年前了 最终目标就是将食物保存在一个能够改变其状态的数码修复环境里 大气 太阳的位置 星星的位置 月亮的位置 或者是人类以阿凡达的形态活动 我们要观察并理解过去人类相对于这些空间和壮丽物体的行为 这些物体就像悬挂在太空的艺术品 项目完成之后 这些古雕像的电子备份将公布在几个网站上对公众开放 被称作是鬼才导演的蒂姆伯顿 才华横溢 他的经典作品有《蝙蝠侠》 《决战星球》和剪刀手爱德华等等 如果你也是伯顿迷 那么纽约曼哈顿夏城一家新开张的酒吧 欢迎您光临 虽然夏天的位置都几乎预定满了 不过吧台总是向您敞开 这家酒吧名叫纽约城朴虫屋 酒吧的合伙人扎克尼尔跟布莱恩·林克说 开酒吧完全是出于对好莱坞电影导演蒂姆·伯顿的喜爱 筹备到试影业才花了三个星期 我们不想把酒吧只搞成是展示伯顿的电影 你看酒吧的左边有很多像伯顿电影中会出现的物品和古董 还有很多电影中的旧书和医疗器械 扎克尼尔说 酒吧里有很多纪念品都是请艺术家手工复制的独一无二 自从四月底市营业以来 已经得到很多伯顿粉丝的光顾 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忙 我们以为一晚上有四十个客人就差不多了 只想在这个街区开一家舒适的酒吧 我们的特色是有主题 可是现在我们一个晚上有140位客人 今年夏天的晚餐座位几乎都预定满了 不过酒吧特地保留了一张桌子 以便不期而遇的贵客上门 如果你想去 吧台永远敞开 酒吧的菜单充满伯顿电影的特色 比如大受欢迎的饮料 瓢虫汁和万圣节 另外柴巨猫奶酪汉堡和爱德华汉堡 也让人食指大动 至今导演伯顿本人还没有光临过这家酒吧 不过他的一名公关向酒吧表达了合作意向 一名公关代表希望和我们合作 宣传他们今年推出的一部新电影 我们非常兴奋 看吧 这是尼尔和林克的第二家酒吧 他们的第一家酒吧叫做保持优雅 是好莱坞明星威尔法瑞尔 在电影王牌播音员中的口头禅 纽约城瓢虫屋计划在六七月正式开张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Zither Harp I'm a flame You're the fire I'm the darkening light When we touch You inspire Feel the change in me tonight So take me up Take me higher There's a world not far from here We can dance in desire We can burn it alive tonight I'm from best You're from why You face strangers In the night Oh here we are Come together To the world Let's testify Hearts alive Firestorm When they strike You feel the light Sparks so fly They ignite our bones When they strike We light up The world Hearts alive Firestorm When they strike You feel the light Sparks so fly They ignite our bones When they strike We light up The world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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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ts alive Fires strong And when they strike You feel the light Sparks so fly And when they strike Sparks so fly And when they strike We light up The world So we light up The worl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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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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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哦哦 哦哦 Firestorm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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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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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